第三百一世纪 人多胆子大 家里的长工还有十来个傍小伙子 洋气那都是港港 所以他们认为 即使有什么邪气 也会被洋气给压下去 白天还好说呢 到了晚上 就变得可怕 道士的话起了座 大家都害怕 真的像道士说的那样 老爷子忽然从棺材里钻出来 大伙都盯着棺材不敢说话 林鹏里死气沉沉的 此时大伙就盼着天亮 因为只要天一亮 就可以直接下葬 下葬之后尸体入土 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一直到了半夜 外面传来了 耕夫打耕的声音 众人一听三耕天了 三耕半夜 也就是子时前后 这可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孤魂野鬼 都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游荡 林鹏里的气氛 变得诡异起来 此时任何风吹草动 都能让大伙心惊胆战 这时无缘无故地起了一阵风 当时林鹏里的蜡烛 忽然窜出三尺多高 把整个的林鹏找到非常亮 接着火苗越来越小 一直到斗粒大小 整个的火头发出闪人的绿光 整个的林鹏变成了惨绿色 绿光照在人的脸上 一个个如同鬼魅一般 兄弟四个相信了道士的话 一个个地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忽然听到棺木里传出 稀稀缩缩的声音 像是衣服和棺材摩擦的声音 那个声音很小 但在静夜里 大伙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接着就是轻微的敲击声 和手指甲滑动棺材的声音 似乎棺木之中 有什么东西 试探着想从棺材里出来 大伙知道事情不好 棺材里的死人要出来了 都吓得赶紧往后退 这时棺材呲压压的 开了一条缝 因为老爷子没有准备出殡 棺材盖并没有用棺材钉盯上 沉重的棺材盖 一点点的被打开 大伙此时都已经吓傻了 一个个的呆若木鸡站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棺材盖越开越大 忽然 从棺材盖里伸出了一只手 那只手在灯光的照射下 显出 诡异的绿色 手指就像刀子一样 骨根手指尖尖的 哪个东西 咬出来了 只见鬼手死死地抓住棺材帮 然后甚至用力 一下子把棺材盖顶到了地上 那个棺材盖可是非常沉重的 平时四五个人才勉强地抬动 现在却被棺材里的尸体轻而易举地顶开了 顶开棺材盖之后 只见棺材里的尸体慢慢地坐了几 只见死人穿着入脸时的兽衣 宽大的袖袍随风飘动 面色蜡黄 肌肉死死地贴在脸颊上 整个的看起来和骷髅差不多 双眼陷入眼眶 发出神人的绿光 像是两团燃烧的绿火球 嘴唇上的肉干枯瘦酥 老出牙齿 四颗僵尸牙清楚可见 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老爷子的尸体坐起来之后 慢慢地转过头 朝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一笑 当时四个儿子就瞎尿了两个 这也太可怕了 俗话说 不怕鬼哭就怕鬼笑 这一笑 真是让大家伙 三魂乱窜不能归位了 正当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人群里不知道 是谁喊了一声快跑 这时大家伙 如坐鸟受散 跑的跑 藏的藏 整个儿的全乱套 一颗个儿的如同没有头的苍蝇 这一跑 惊动了一个睡觉的人 睡觉的这个人呢 叫大牛 身体和牛一样强壮 平日里不信鬼神 嗜酒如命 这一天喝了不少的酒 到了灵棚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看见人们慌乱的逃跑 就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可是大家都在逃命 没有谁回答这个二愣子的话 不过 大牛有办法 伸出双臂抱住一个 就问跑什么 那个人刚才已经被吓尿裤子了 结结巴巴的说 快 快 倒明 老 老爷子炸尸了 大牛此时还醉醺醺醺的 他就说 放屁 老爷睡在棺材里 怎么会咋尸 我就让你陪我看看 去看看 怎么回事 他不怕死 可那个人怕死 他这时看见那个老爷子 已经从棺材里出来了 慢慢地朝他和大牛 这里走了过来 老爷子面目猙獰的 似一个活着的骷髅 那个人吓得不行了 情急之下 朝着大牛的胳膊就是一口 大牛被咬得嗷嗷直叫 一下子松开了手 当时那个人就倒在了地上 然后顺势一滚 就滚到了旁边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在那里一动不动地 装死 他一边装死 一边用余光看着棺材里 走过来的 骷髅行尸 这个行尸 不像是僵尸那样僵硬 行尸走起来和人无异 离大牛不远了 说道 大牛 大牛 老爷我来了 你可还认得我 大牛一看是老爷子 就赶紧答应了一声 这时老爷子 嘿嘿一笑 伸出如铁钩子的一双手 大牛发现不对劲 转身想跑 可身子 被什么东西 抓住 身子不但跑不了 还往骷髅行尸的跟前操 大牛平时可撞得跟头牛似的 两三个人根本不能沾身 可控制他的那股力量 要比他的力量还大 这时大牛意识到了危险 想挣脱开来 可是无论怎么挣扎 都挣脱不了 这时 骷髅行尸忽然张开嘴 朝着大牛吸了一口气 只见一团雾气被吸走了 大牛当时头一低 直接死了过去 这时 骷髅行尸 奔大牛而去 到了跟前 张开嘴 一下子咬断了大牛的血管 在那里开始吸血 大牛的血蹦得到处都是 把那个装死的人 一下子吓得晕了过去 吸干净了大牛的血 骷髅行尸 才慢慢的在院子里开始 找活人吸血 那个走路的方式和人一样 缓缓地朝前走 看来 那些天都没有僵硬 和僵尸完全不一样 此时 骷髅僵尸变得正英无比 整张的脸上都是细 眼镜里发出 舍人心魄的绿光 身子直直地往前走 嘴里用着极其凄厉的声音 喊着人的名字 从老大到老四 从长公到仆人 上上下下一遍一遍的喊 那些人吓得裤子早就湿透了 但都藏着没有谁敢去换裤 幸亏倒是走的时候说过 让他们不要答应 就这样 大家伙胆战心静地过了一夜 到了鸡叫的时候 那骷髅僵尸那凄厉的声音才消失了 可一家的人都吓破了胆了 直到太阳升到了一杆子高 大伙儿才敢出去 到了灵棚里一看 看到地上躺着两个人 一个紧紧地闭着眼睛 一个眼睛圆睁 面目猙獰 脖子上有一个撕裂的伤口 脸上和身上是那种清白的颜色 一看就是血液躺干净 胆子大地走了过去 想看清楚大妞和另一个人是怎么死 可能是由于紧张的原因 走过去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人的手 踩在了那个人的手上 疼得那个装死的人 嗷的就叫了一嗓子 当时把过去的那个人吓得都拉稀了 直接从裤头脚里 顺到那个人的嘴里了 睡到地上的人 先是吞到了肚子里 然后直接坐起来朝外吐 其他的人也吓得四散而逃了 过了好一会儿 大伙看那个人还没有死呢 这才慢慢地围了过来 那个装死的人被救起来之后 语无伦次地说着事情的经过 大伙这才听清楚了 咬死大牛的正是棺材里的老爷子 大伙胆战心惊地到了棺材前一看 只见棺材里的尸体已经不降 在棺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骷髅 只见骷髅头顶上还残留着血痕 这个骷髅头正是老爷子生前拜的骷髅神 兄弟四个此时才相信了道士的话 赶紧套车去请道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